而自由时报昨天以头版栽赃中天新闻 在12号晚间直播五小时我是歌手节目 而今天却只在四版澄清中天未全程直播 而中天新闻求证自由时报头版撰稿记者 他坦诚文章被修改过 至于是谁下令造假新闻 求证自由时报发言人竟然要求得提供承认被改新闻的记者名字 才要回答 学者痛批自由时报背离新闻伦理 恶意栽赃中天新闻自由时报终于认了 坦诚中天在12号晚间为全程转播我是歌手 不过仔细比较 14号自由时报以头版新闻大篇幅报道 中天东森新闻台自公 整晚直播我是歌手中国节目 还在A4整版抹黑 中天东森未审直播我是歌手 隔一天15号的澄清却只在A4版 用短短500个字转述中天新闻的声明 和严重抗议 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倒是先带您来关注两个新闻 重点真的都是步步惊心 好我们先看 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就连 澄清自由时报还继续说谎 报道最后一段提到前晚向中天查证 是否全程转播我是歌手 发言人表示不予回应 但证据会说话中天发言人黄俊仁出示13号晚上通年记录 根本没有自由时报记者来点 倒是中天新闻向自由时报撰稿记者查证 应当胜要求中天新闻变身处理 而且从原本的影剧版被移到头版到底是谁修改新闻 而且看出不实内容造假新闻 中天新闻再度求证自由时报发言人 到底是谁下令修改记者新闻 自由时报发言人不知反省 竟然要求中天求证自由的记者姓名才要回应 不过新闻媒体查证追求事实是天职 自由时报不惜修改记者报道刻意抹黑造谣 自损媒体公信力 改了之后对于原本的意思 记者写的内容已经跟真实性有出入了 那可能自由时报在编辑的训练上就要再加强了 自由时报违背新闻伦理在先 不但没有公开道歉 甚至还在网站上进行投票 传递错误的新闻讯息 如此报格令人不迟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